美國9月份的通脹加劇 住房成本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增加了家庭的壓力 抵消了很多人獲得的薪資增長 確保美聯儲會積極感持續加劇 政府星期四表示 9月份的消費者價格與一年前相比增加了8.2% 月比增加了0.4% 而8月份的消費價格已經比7月份增加了0.1% 但食品與能源等動蕩類別以外 所謂的核心通脹上個月也有增加 顯示美聯儲今年5次加息 到目前為止未能有效緩解通脹壓力 9月份的核心通脹月比增加了0.6% 年比增加了6.6% 這個年度的核心數字是40年以來最快的增幅 核心價格通脹更能明確顯示潛在的價位走勢 本期四的報告是11月8日中期選舉前的美國最後通脹數字 之前競選季節的物價飄升引發了公共不安 很多共和黨人為此而指責拜登總統 以及國會的民主黨人 通脹令到家庭的食品、租金以及水電費等開支增加 導致很多家庭面臨困境 並且在就業市場強勁增長 以及歷史性低失業率的同時增加了對經濟的悲觀 これで最後一年未來的最大增加公共和大的營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